确实是已经重创了很多人的家园 台北市北投这间民宅侧沟被雨水摧毁了 地阶被冲刷到 连钢筋都露出来了 屋子旁边堆满了整面坍塌的土石 那么高龄八十几岁的奶奶 半夜一听到冯雨生都吓哭了 其实过去多次的陈情 台北市政府都讲说你这个地是私人的 所以台北市政府不负责维护 好了 台风一来刮成了这个样子 才承诺要帮忙 望着玻璃上的老家 灯奶奶越说越心急 两个月来一听到冯雨生就半夜惊醒 前一天更被苏拉台风吓得直掉眼泪 眼前这一大面的落石坍塌就在家门旁 仔细看侧沟已经被雨水冲毁 导致地基被掏空了 两公尺长 一点五米宽 不止土石大量崩落 钢筋和原石层也清晰可见 之后实在承受不住再一次的台风吹残 那天下大雨 下大雨呢 雨水冲刷 他们 雨民打电话告诉我 我就当场赶到这边来 当时呢就是赶快盖一个帆布 就算解决了 同时呢 告诉我们当地的居民就说 因为这是属于私地 所以他们没办法处理 曾奶奶多次陈情 但北市府公务局却以私地原因不受理 因为住户后方的玻璃属于何家 地基摊了 李当要出面处理 但何家人长期在国外 更让他束手无策 现场确实有崩塌的现象了 那我们是可以 要求我们开口去约厂商 先来覆盖 做紧急的处理的 八十几岁老奶奶和孙子相依为命 靠政府津贴过日子 只能期盼公权力 强制进行边坡坎地的维护 以免家当毁在下一场暴风雨 专系文周冲林 秋冲文台北采访报道